来给你看一下片 请问一下拍照有什么技巧吗 当然有啊 有三大技巧 第一点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李莉宇佳 自从我开始录视频之后 就没有怎么拍过照了 所以这期视频呢 我们也要出去拍照 像我这种平平无奇 朴实无华的女生 对拍照的要求就是 哪怕是开了美 也要真实 像这个前置摄像头啊 都是有一些偏差的 只有美颜里面的那个我 才是真正的我 这一点 无庸置疑 但是女生对男朋友的要求呢 就会莫名的高 那男生拍照呢 我们不拍照 谢谢 OK那么废话不多说啊 我们初阶呢 要带两样东西 一一台手机 还有前置和后置摄像头 这里呢 我用到的是一款安卓机 苹果 嗯 后置还行 那个前置哈 就米 米一般的存在 然后使用手机稳定器一台 两轴的就可以了 XX是置匀出的 推上去 打开就能用 如果你要自拍 放在桌子上 需要一个三国家 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你的自拍之旅了 Let's go 打开之后 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正确的凹造型 首先你需要一个良好的设定环境 和美女一名 造型一般称为普通 不是本人 扭曲 过于本人 在日常拍照中 你不过你需要一个道具 你会带伞 带伞的好处是 如果你在街上 可以屏蔽掉很多杂料文章的背景 很路人 OK 现在是拍 快播 帮我拿一下手机 由于不敢在街上讲话 我选择配音 拍一张给大家打烊 所以一定要伸得够长 手机镜头一定要够广 工作一定要够做作 摄影的位置一定要够低 重点是真的不要太在意路人 一次拍得不好没关系 换个姿势多拍几次 你们知道我摆这个姿势的时候 是有多羞耻吗 效果一般 过路人贼多 但这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突出 人好干 往往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就好看的你马合不拢腿 这种斜角构图把脚往边线上身 就会在图片里想得很长 但事实上我这个腿姿 也确实贼长 总之正常的姿势我是不会摆的 这种被公屈膝的造型有多好看 不用我多说吧 就很像该溜子 在路人眼里你看起来多不正常 出片的效果就意外的好 你想要是正经的站着 会不会像一个门神 所以姿势可以潮帅一点 来给你看一下片 好的 请问一下拍照有什么技巧吗 当然有啊 有三大技巧 第一点模特要好看 第二点模特要好看 哈哈哈哈